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同样的问题 我们想大家也要问柯震东 我们希望他能够重新站起来 但是大家的祝福之外 也当然希望他自己能够更加的努力 当然柯震东的释放 以及记者会证捂了他当初的被捕 同样引起了广大的轰动 他再一次在荧光幕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认错 道歉 甚至痛哭 同时表示此生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一人犯错之后公开道歉 除了是为自己 当然也是为社会 其实就在柯震东这段被行政拘留的期间 我们发现在另外一个国家 也有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一人 同样在一场公开记者会中 也是鞠躬道歉 他就是您看到的南韩影星宋慧桥 宋慧桥高一就出道了 大家对他非常熟悉 如今他的演艺成就更是如日中天 但这次道歉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指控涉嫌逃漏税高达韩币25亿 相当于新台币大概多少 大概超过了7000万元 相当庞大的数目 逃漏税 他的经纪人则变成是因为宋慧桥只懂得赚钱 并不懂得如何去报税 是别人犯了错误 如今他来承担 但是这个事件在他道歉之后 南韩媒体进行了广大的追踪 赫然发现他名下的财产一大堆 显然他并不是不懂得如何处置他的财产 而且更令人讽刺 而且怀疑的是宋慧桥在2009年 曾经得到国家国税单位的表扬 说他是诚实纳税人 也因为这个名称 让他给得到所谓的延后查税的特殊领域 长达三年之久 没想到就在这三年出了大乱子 因此南韩媒体甚至怀疑 这里面有没有牵涉到国税人员 跟宋慧桥制片的一些不当的连结 整个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当然对于宋慧桥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 他未来的心路历程 还能不能够重新站起来 还能不能够重新获得影迷对他的信任 宋慧桥既然有部新的电影 在9月即将上映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这部电影的真实名称是叫做 《我的忐忑人生》 但我们如今把它改了一个名字 接下来给你看的这部故事 是他绝不想去扮演 他却意外拍成的人生的一个插曲 而且可能是犯错电影 叫做《我的忐忑人生》 韩国女星宋慧桥最新电影 不当女神 一感形象素颜也妈 一感性为主轴 讲述患有找衰症 儿子和年轻父母的故事 上映前还爆出男女主角戏外的暧昧情愫 引发热议 但不管是不是为戏宣传 这一切风头 全在8月21号一场记者会 转移焦点 一身黑洋装表情严肃 同样都是为了新电影造势 宋慧桥8月初是亮眼的粉色装扮 配上他那天死人不偿命的笑容 会反差这么大 全因为在这短短时间里 一个某当红S女星的陶落序丑闻 在韩国炸开 这S女星起初是个谜 不管姓宋的 还有孙以及生 全都被影射 直到宋慧桥19号一份公开声明 终于答案揭晓 一脸无辜又略带含泪的说 自己无知 博同情能有多大效果 因为韩国国税局揭开的数字 实在吓人 宋慧桥2009年到2011年 申报总收入是137亿韩元 相当次亿台币 当中包括67亿韩元 是所谓的必要经费 但其中有54亿没有发票 比例高达80% 再加上部分款项与信用卡 账单重复 申报缩减加起来 宋慧桥三年少缴的税 就达到25亿韩元 我看起来是一个通修 但我看起来是一个 我看起来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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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性可能使宋慧桥 耕耘18年的天使形象 彻底崩盘 1996年才高一的宋慧桥 因为参加模特选拔出道 之后演出电视剧走红 包括也在台湾相当知名的 蓝色生死链 2001年的秦帝大饭店 还有2004年的浪漫满屋 宋慧桥甜美形象 靠着戏剧知名度 从韩国拓展到全亚洲 他的自然美与气质 也一直是广告商的最爱 名利双收 加上多年来几乎不变的容颜 更为他带来童颜女神封号 其实多年来宋慧桥 也相当爱惜羽毛 零丑闻记录 好比演艺圈模范生 也难怪这次卷入逃税风暴 他极力撇清污点 但似乎在本人出面道歉后 韩国社会还是有疑问 最大原因就是不太相信 宋慧桥对于逃漏税 真的事前一无所知 NBC电视节目就持续追踪 直接到宋慧桥口中 那曾经帮他处理税务的事务所 吃了个闭门羹 之后打电话询问 也是碰钉子 记者再追 追到宋慧桥的豪宅前 守住待兔 你现在在家吗 现在在家吗 就因为这句话 节目人员真的等到一个人 没有说明这个人究竟是谁 但他对记者倒是说了不少 没捞到更大爆点 节目组干脆换个方向追 一查发现宋慧桥确实很会赚钱 但他投资眼光应该也不差 除了拥有一间独栋住宅外 一旁公寓也有置产 加起来一百二十亿韩元的房产 随着逃漏税风暴都摊在阳光下 但真正讽刺的还在后头 拥有无数投协的宋慧桥 2009年3月曾获选为模范纳税人 调查自己班长的模范声 真的有点难看 但如果因此有特别待遇 那更惨 这起过了两年的事件 之所以被爆开来 就是监察单位发现 国税局似乎放水 因为按规定可以追溯五年税款 但调查宋慧桥 国税局竟然只有2009年到2011年 这三年而已 虽然一再道歉 但韩国民众对于逃漏税名人 向来不太友善 情有例子原本综艺一哥江湖东 因此暂时退出演艺圈 一姐惊讶中形象跌落谷底 但有好心网友安慰桥妹 也许可以专心到中国发展 因为细算他逃漏税那三年的收入 137亿韩元 发现有九成可能都来自内地 大家好 我是冯慧桥 这几年宋慧桥已经位居 韩新在大陆广告价码最高的女星 多部大片像是一代宗师 那几分钟的曝光 还有接下来吴宇森的太平伦 也都找上他 这次逃漏税事件会伤他多少 有待观察最快指标就是九月初 即将上映的韩国电影 爸爸 妈妈 什么感觉呢 就像电影的名称 忐忑人生 才32岁演艺录一直挫折不大的宋慧桥 这是恐怕必须静待 观众给他的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